沙田日賽,摩家軍的升級慶典日 今季的分級賽事 由國慶杯以及慶典杯揭開序幕 這天,約翰摩亞馬房 將會派出強兵上陣 其中第八場的1000米國慶杯 2號的新力豐力爭衛免 這匹馬五戰沙田同情賽事 合同取得三冠兩季 這次交由上年同日的爺馬功臣 郭文鴨陣,可否成功衛免 至於第十場1400米的慶典杯 魔救的其中一匹精英 就是11號的壯司飛 壯司飛將會由莫雷拉去粗刀 雖然人馬上將 在廣東洋菜杯只得到第二 但這匹馬在本港所贏的兩場頭馬 全都是由雷神包辦 這次壯司飛 又可否保重兼捧杯呢 密切留意,星期六,沙田日賽 歡迎收看今集我早著先機 這次的賽事來到10月1日 國慶賽日 所以安排在星期六 有11場的日馬 頭場開跑時間 因為11場賽事都會提早 12時半就會開跑第一場 採用的賽道A加三難 是的,星期六跑11場的時間比較闖絕 不過先提醒大家 第五場一號是白戰白勝 昨晚他退出了 因為驗出有禁藥的關係 現在就放在排位那裡 主要是等明天再驗 如果已經排除了身體 排除了禁藥就可以出賽 如果還驗到殘餘就不可以出賽 明天才決定 不過我想大家都預備看什麼後備碼 那隻後備碼也不算特別 最後試跑都沒有,大重量區 打風不成又不一定三日雨 剛剛好像打風 結果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風平浪靜 希望今集賽事也是正常情況之下 最運行的場地 A加三難 國慶賽日應該走得快都好世界 看看是不是貫徹以往的A加三難的情況 看了馬房表,選了什麼馬房 文家良李爾達 其實當然大摩 告冬妮 蔡若翰 這些大馬房一定都要看著 選邊線一點的 文家良打王牌 第九場凝聚力 第十一場家福 第三場女嬰盡雀 撿到個好檔放 第五場心思熟慮 另外第六場大少大少友 優先出賽權 李爾達一對王牌馬 第一場嫁信 第九場勝利日 其他匯聚力量 駕穴 還有一隻駕寬 幾隻駕字系的馬都要拿出來跑 事不宜遲 頭場賽事就開始看戲了 五班千四米的路程 八馬四平八穩 和十三號的樂家將 操練狀況 轉馬房 傷患紀錄 大家也要查一下 有些結局 狀態指數表 二號的知道性 十二號的齊齊健康狀態好 三號馬的駕馴 開逢眼罩油 初戴以塞 十號馬的油關係 除了眼罩 交叉鼻窟是照大的 先看大爆發 其實就轉了手 再轉手 接了手之後 擴租 有時你看到 苗麗德那些馬 他都沒什麼理會 除非你真的撐不住 你一接手他就做 以往這隻馬 我看他都不是那麼耐薄 那麼耐薄的那些馬 但在苗麗德手上 那些拍跳又快 又施雜 又拍雜 真是 六五班 我想第一駕而已 看看大爆發這一貨 咪咪在早上 其實之前有一貨 草地都試得很好 落過馬定基 他有些少急 但看見他身收得很漂亮 而且撐出去有力 現在看見他早上 有頭罩 交叉鼻窟的馬定基 有賣變之道性 跑完慢慢再 這些馬其實應該要贏了 星期三拍了 加信 今早一貨 早上看起來 姿態又很平常 馬不是認真很夠神器 試得還一點 不算說很特別 跑了一場之後 中間四小福 這隻馬就真是清醒一點 上個星期六拍的這一貨 在中間那隻 有些走勢 有些神色 上次貼了條欄 又走得不錯 接著這貨就看一隻蒜頭爺爺 另外第三場的龍騰馬約 另外第五場的競進時代 三隻馬都放在較為前些位置 莫爾達士那隻就蒜頭爺爺來的 頭動得多些 很多時候都會比較飄一些 現在在第三位 第二位騎上來的那隻 就是龍騰馬約 前面放出來是競進時代 龍騰馬約騎得很緊要 緊緊過了競進時代 蒜頭爺爺爺 按住一個第三 其實是弱一點的一組試襲 正如剛才卡洛斯所說 你都看到他有些頭顎顎 剛才試襲肉什麼配備 現在跳什麼配備 跑什麼 現在跳沒有配備 跑用什麼配備 大家都要留意 還未夠 接著看六號的罪寬笑 在賣便拍的京城真寶 其實前胸身還有一點偏肥一點 雖然好像在這貨跳贏 其實都不是很特別 數鳥起賣便 四平八穩 其實那隻數鳥起 在上手馬房已經有個走勢給你看過 現在試襲下了個眼罩 跟著第二位 他都跟得挺好的 至於這隻四平八穩 就是粉紅衣服 現在移了出去最出的那隻 之前那些操練他是斷過來的 後來就投入正常一點 數鳥起的貨就是今早的 不過今早的貨跳起來 很普通的那隻馬 出腳好像出得比較窄一點 形格掌上都沒有什麼特別 四平八穩 操練功夫卡過一個禮拜 在五課單條之後 但九月份正常 跟著看金剛秀 淺藍色罩 藍帽 在鏡頭較為後的位置 都要比 一馬早上都不比 都不是很動的 尾五到 騎來騎來騎去都是那個位置 都沒有什麼怎樣改善得到 今季看上去又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明顯的進步 好像完全沒有什麼變過 走看大圈期 其實是禮拜二 這個禮拜二才試 那個大集 之前試過過一千集 大家都有眼罩 但都好像不太進步 五角進步 接著看這隻十號的有關係 他好像還有一些生 他的感覺 跳著跳著都不是很集中 在神科上 花落世紀 一直在內蘭的位置 其實我看回他上一季 雖然隔了八十幾天 五十幾天才去跑 但是他期間的操練 其實他沒有斷過 導致引申到今季一路粗下來 九月份的時候試了一個大集 就是這個月頭 接著一路做下去 其實他很正常的這隻馬 沒有用過的 看這些火辣助手 前一早的 跳起來的身體動得比較多 有些步有少速的這隻馬 好像現階段的上力程度 就沒算說很十足的 好了 齊齊健康 正常做 不要有勒咳東西 那就OK的了 上個星期五跳完 這些不跳了 方家柏 星期三再跳 看看洛家賬 這貨泥雜1050米 馬的健康其實一向有很多問題 上季尾就懂得上下名 現在差不多在鏡頭尾尾 黃衫淺藍奏 一直都有騎 步枝一向都不漂亮 這匹馬 騎下去反應其實都一般 好像都需要一些時間熱身才有狀態 當然有狀態 以前都沒贏過 三四五月份全部停了 六月份開始量度 接著要休息 今季操練正常了 腳發就真的好像出腳 好像梯形那樣 短一點的 但操練健康正常 看完這隻聖節性 基本上都沒有調 近幾個星期 千四 做得好像比較參差 如果順利講狀態 我會覺得十二個齊齊健康 是比較健康一點的一隻 也熱身上次擺得好 但是跑道是否利用跑法 這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它通常都比較後追 擺在前一點跑 可能賺點形勢 應該是四小幅 因為上次都是嫌他急一點 但他回來還是跑過第四 他是孫美鴻冒單那組 可能不是很特別 很水準的一組 但是跑法比較主動 如果A加三藍真是利前置 他可能會賺到一些形勢 知道性那些 我覺得都是 其實他的腳發都是有些啞啞啞啞 所以到今時今日都沒有 我覺得他可能近 但是你說WIN那一半 可能都不容易 還有看不到就有一個大爆發 因為今季的確是進步了 少許大急 但是現在落到五班 都對手約得那麼緊要 這些隨時可以爆 知道性都是一隻好的馬 但是經常性不容易贏 第一課已經被摩雷拉接手 已經跳了 然後再拍 你看到那些馬 是一定有那個水準在那裡的 但是不知道出不出頭 是很難出頭的 上次跑得很好 又組得漂亮 四號馬四小幅 我覺得這隻馬在狀態方面 就明顯比上一次好 上一次不算很特別 只想著省一省一省會跑得好 真是OK 接著再拍下去 有水準 最寬笑我喜歡的 這些馬有進步 今年上季沒有用過 懂得轉腳 但是初起 再看它怎麼跑 齊齊健康 希望不要那麼虧 這樣可以做回馬 就可以放心 第一場賽 繼續回來第二場賽事 這組是四班千八米的路程 狀態好的馬 就是二號電子鳳凰 剛跑完一隻 是四號神殿金剛 七號匯聚力量 都經常搶口 這次和它加多眼罩 初戴眼罩 先看就是一號的架線 早上它是有些魚老的 不是很吸引眼球的馬 但是今季一出 已經跑了第二 我想它大致上維持得到 你說再進了很多又未必 好 電子鳳凰 那它這些是順著它 如果你看回容天鵬的馬 每隻隻都是這樣跳 這貨幣慢一點點 但是順著它走 它馬走得多開心 沒有什麼問題 三號保證保跑了一場 它又未去到上季最最最最最最最 其實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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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贏不了 神威福將 初出的場不好 接著又爆一爆 出來帶圈騎 都很密上陣 它夠大件的 接著看陸會的勁風雨 在開邊拍那隻是轉支油來的 好像其實它收身 都還可以有些再進展的空間 不過上一場其實它已經拍得不錯了 好了 匯罪力量中間那隻 竟然可以佔先了回來 但是它這一貨彈集 拍集是今早最後試保 這樣都出去拍 還未戴眼罩 究竟戴眼罩會怎樣的 會不會拉不住 試保 這些貨僵口好像好一點 當然有 不是亂晒龍 完全操控不了那隻 我覺得已經算好了 可能這貨跳得慢一點 它一定會動 那隻頭就很舒服 好了 再看城鋒 跑得很密 隔了六天就跑 上次跑包尾 跟著馬去都好像不太舒服 領航大師 上次蔡仁義功夫擊過 跟著跑一場都比較失望一點 等它立正軌 我想出馬比較少一場 如果順利說狀態 我會覺得二號電子鳳凰比較好 其實它在很多人心目中 它是一隻應該跑長一點 馬贏完應該逐步加程 但實際上結果跑出來 它加程好像演出不是那麼理想 幸好千八都是射程範圍 一里 千八都是那些 可能它都是中距離留住衝一段的馬 跑法就會被動一點 不過這組對手不厲害 我想它的質素在這四班 對著這群馬應該是上風一點 其他的馬士寶 以前都僵口不好 都贏得到 會贏先 這些馬偉達攪是攪得好一點 上一次算做 炸得虧之後 都叫順暢 這隻也可以兼顧 其他就是神殿金剛 神偉福將那些跑開的馬 實際來到這些局面 我都覺得很難解釋馬 你現在架線是可以的 但你現在二電子鳳凰都好的 我只是這樣的形態去講 沙漠保證簿 我都不敢說是不行的 因為我覺得根本都未跑過水樽 從上季尾開始 你看它怎樣時尚之後 轉彎這樣西埋出去 我覺得 我覺得不正確的跑到這隻馬 好像我認為 你不知道蔡明少是否真的 決心射你 A加3 他就鬥放 他怕你甚麼 所以是這件事 不過你說談穩健 我覺得6號馬競風會有三甲 贏不贏都要靠運氣 或者看看那個跑法 因為上一次這隻馬是不足夠的 只有一個大集中是很敏水才出來試 這次跑完一場才再來 應該會好很多 試保就看看是否可以追 接下來 三場四班千四 狀態指數表 13號的世界紀錄 狀態是相當好的 都是慘癡的 其實這些局面 配備變動 三號馬一定賺 初出 初代環營可行鐵 初代綁利 另外四號馬的龍騰馬藥 初代環營可行鐵 救馬王者在燕 除頭罩 除交叉被枯 只是戴個眼罩 12號奪冠初戴眼罩 14號的榮達之寶 除了這個防沙眼罩 好了 勁有波幅 我上次都說 我覺得他的戴閘是明顯好了 但是現在 這麼快出牌要跑這場馬 隔六天而已 出來大圈騎 這天頂得很辛苦 接著看二號就是呂英盡著 他是肯走的 你看到捉神 不過一向我覺得他型格 他是比較普通 不過上季都叫做打搭適得贏 好了 很多馬可以看的藍衫一定賺 在後面有凝聚力 錄恩福掌都不用怎麼看著 外面的就是最寬笑 最寬笑都全程在後面 這個大閘就九月頭了 那時奪貫都還在那裡 最出沒有眼罩 就是跑完 而這隻一定賺 一貫 高東來的操練方式 正常去跳 兩個泥閘 都是順著走 但是一出跑千四 千二都還有機會 外地也試過閘 不過進度還是差一點 再看一定賺在招一貨 我想他是挺好的馬 當然現階段的狀態只不過是初起 但是這些在四班 是有用 甚至可能會挺兇的馬 將來 好 龍藤馬藥在裡面 外面那隻雄俊之星 一定賺也是初出跑千四 他也是初出跑千四 但是一定賺是今季才落地 只有兩個大閘 但是龍藤馬藥 上季二月份已經出來開始做 上季已經試了兩個大閘 今季再試三個 就是說雜數不同 所以大家跑千四的性質 已經不同 一隻四歲一隻三歲 還有真是比較慢腳 你看他嘻雜蛇都要比 他真是早段有些跟不上 所以他真的要跑長一點 我覺得 這課我們可以看看 不同的包裝巨星試 嘻得相當好 前面走起來都很輕鬆的 好了 美麗寶寶 接著旁邊有隻海匪翠 後面就有關係 不過對於我來說 我就覺得這些集 都沒有什麼參考性 因為突然之間很大雨 美麗寶寶不想放的 你看回頭短 不過他見你又不放 我又不放 在前面不會吃泥 不如我放 海匪翠的布置仍是輪盡一點 即是黃衫第二位那隻 有關係是第四位 都是拖 順著走一下就算了 美麗寶寶的樣子是挺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進度又差一點 這一課再看 我當然去看美麗寶寶寶寶寶道 分開會拍看這吉利嘉佳 都是早上好像一課好只是一課平淡 有馬爆破又較聰明 華禮在建 然後那在 Microsoft 周一考 Genesis 合格了 前次隔七天跑 這次兩個星期 接著看這隻七號的駕月 其實這次駕駛的馬是很多隻 但好像早上看也不算特別醒神 最多都是說不果不失 不過這些就上個名字了 有型彩 十四檔 樣子也是好東西 你看那些馬走出去 我有時見細圈騎 庫列馬斯 好像放長了 好像六隻腳 但是那些馬是真的做得起 教到它用力 以往還是自亂一些 生一些 但是今季又成長了 不過是慢 讓馬自然成長 是 幸好很多 上季是完全不喜歡 覺得它好像還沒 很生 很自亂 今季是開始直接一課比一課好 現在你一鍵鍵鍵了 其實十四檔怎麼跑呢 王者在賢 九月份拍了一個閘 接著今個月就試了兩個閘 而兩個大閘裡面 只是相隔了九天 很短時間而已 第一個閘就沒有眼罩 接著這個大閘就把眼罩拿給它 不過回來也不是很特別 你看到它也是跟著馬 不斷順著走就算了 不多的 雖然這個閘 今個星期三拍了一課 但是進度 適應 都還需要一些時間 好了 王者在賢 我們再看 在賣邊拍那隻 就是金像神話來看 到試襲比下去都沒有 這些馬 跳的時候打側了頭 頸動得很多 熊俊之星其實很漂亮的 這隻馬 在裡面的一早跳了 今季這隻馬 八月份已經開始跳了 留意著這隻馬的走勢 接著看這隻錄恩複象 跳起來身都動得很多 走身動的 你看到頸部的位置 全部動得很多 都沒有什麼水準 好了 奪冠 奪了眼罩考襲 星期一來的正是彈了這課襲 接著星期四招出來慢慢騎下 上次隔了一百一十九日沒有跑 這隻馬都是今季要撐住的馬 接著看十三號就是世界紀錄 早上禮牌會比較急 所以落過馬定基 攻起頸 跑了兩場都沒有什麼改變 在這方面 看他會怎樣拿位 這個十三檔爺很難跑 榮達之寶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力 你看他走過都是 順著走就輕鬆一點就算了 都不是很容易拆解的一場 因為有些都有進步的馬 譬如說我覺得有形彩 奪冠那些有進步的 世界紀錄其實都有進步 但是他很難跑 因為他重口 一抽外檔更加難跑 因為已經今季跑了兩場而已 有些未知數 一定賺龍騰馬躍 其實剛才我們分析過 龍騰馬躍的功夫比較好 還有你看到他慢腳 他試襲真的一步一步省 做到最後在草地的貨來肯走 是很明顯看到有進度 他要跑千四 我想計算要有千四起步 如果看他試襲的表現 這隻我覺得莫雷拉拿著不放 都應該可以在這裏有些優異價值 其他駕馭那些 我想可能有些機會入馬位置 這樣就叫做飽開 他沒有什麼進步的那些馬 因為有些側身馬 他充斥著一出來就跑千四 其實想像中 可能真是譬如龍騰馬躍那樣 他應該是好馬 如果你跟一定賺他比較 或者美麗寶寶 有型彩 王者再現 洪晉之星 你這些較為新的 甚至乎數上奪冠 即他叫做 是新馬之中的較好的一隻 但是一出能夠贏到千四米 不要說贏 不要說贏 跑得好 不多 希望這隻就真是 是一隻很好的馬 在這些場合 我寧願放前些那些馬 二 鋁鷹盡著 你放得了 A加三 你跑你的那個經驗 後面那些馬沒有經驗 二勁有波幅 一勁有波幅 我也奇怪 為什麼這麼急出來跑呢 還出來大圈奇 要小心他 第三場賽事初出馬 都有幾隻 看看他們的血統低勢 一定賺的會是Evra 這系馬在香港上季成績 真的相當不錯 正是你 碧擊炮 綠草如欣 通勝 這些是馬 很多都會贏馬 今季藍天飛馬也贏了馬 整體計這系馬 暫時跑中短途賽比較好 至於一定賺的沒有 是O'Reilly的女兒 曾經贏過兩場賽事 贏12米和13米 在紐西蘭營 無線家族的成員 大部分跑中距離賽比較好 14米、跑到2000米 很多都能應付到 進入負母兩線 一定賺 初期可能跑短途好一點 但跑下去 場力應該可以到14米、16米 一定賺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試過一次閘 試閘一次就贏了馬 但跟他一起試閘的馬 暫時很多都未上陣 或未贏馬 跑第二那一匹 就叫做入過連贏位 跑過第二 龍藤馬約會是Harada Sun 這系馬在香港 雖然數目不多 但也會贏馬 例如聖飛仔高班 上季是領航大師 也贏了馬 Harada Sun自己 其實是中短途馬 曾經贏過2007年 適離堂加士打一里錦標 至於龍藤馬約的舞是 Dan Zero的女兒 未上陣 無線家族的馬 很多都很早熟 跑中短途賽好一點 進入負母兩線 龍藤馬約 看來是比較早熟的 中短途馬 龍藤馬約來香港之前 由佩恩訓練 他在維省試過一次 試過兩次閘 就跑第三個其中一次 跟他一起試乘的馬 有些都贏了馬 好了 繼續回到第四場賽事 這組就是三班 16米的路程 狀態好的米 一號的萬馬飛騰 5號的加州載魚 和7號的福爾摩斯 2號欣喜欣喜 初用環形口 不跌同初次榜利 四重彩 Feed馬膽 加州載魚 5號 先看一號的萬馬飛騰 跑了長跑的第二 樹必霸記之星 你比我上一次 你看看來圈多好神器 肌肉收得多結實 Feed馬 欣喜欣喜賣辯 出不合腳 時勝二剛剛中點前轉了腳 一早就 好像仍然很流浮 上個日報拍完 只是度報 美麗巨星 早上真的大智若語 好像完全不起眼 一出就贏了 一壹馬 我只看他好像還在伸腳 真的贏了 已經 實業風彩 上場又重回一些榜 跳起來也有多少聚手感 我覺得他也可以 加州載魚 坐手試 贏完都維持著很操練 又有拍拖又單跳 什麼都齊 狀態又有進步 上一次我想他也是八成兩馬 再看贏男 這些其實都是有班三班千六 上季之前還是一些很好的馬 但對著後起之壽 他馬去保隱得很好 福爾摩斯 這副最後是飽 他的腳翻是這樣的 其實他在九月初試過泥閘 已經試得很輕鬆 今季的狀態他算來得早 快樂寶貝千六 不覺得很明顯的進步了 可能見到他跑千六 起刀未是很夠火氣 馬伏時都很火噴噴 會覺得他純粹漸進 他應該可以更鑑定 幸運七星隔了兩個星期跑 今個星期一 他應該戴了眼罩去彈閘 考眼罩 不過最後都沒有戴 好馬來的 不過再看看跑 好像這場比較簡單 加州在瑜上一次 贏了一對手可能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本身可能八成多馬 這次對手最主要一匹 就是萬馬飛騰 我覺得如果Win來計 可能萬馬飛騰 有機會贏到加州在瑜 但是也要跑 fit就說萬馬飛騰 但是他1600 他現在暫時跑四五次 都是最厲害第三 加州在瑜最差 幾乎是第三 準到無論是1600 所以在這個路程上 加州六在瑜會穩陣些 但是fit 可能萬馬飛騰 fit些 其他的馬贏 是路程專家 福爾摩斯其實上季 已經分都開始有點浪 不過我覺得他今個狀態 算是來得早的 如果你看回馬 例如萬馬飛騰 馬都fit 不過隔兩個星期跑 他970多磅馬 現在還要加多6磅 去到133磅 相只跑到一步不是 已經 即是 我也覺得他好的 但是 對比起其他對手的時候 他會稱低了 美麗巨星 他最大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呢 以前這一馬 當然是周身動 動來動去 武士廷 我記得是一些北半球馬來的 但是今年一直做來 你看他寧願他的馬 放油了好過 上次是名不夠的 這樣也贏 加州在瑜都不夠 上一次 但是出來之後 那隻馬 沒了馬追 其實他是有少少自己鬆了 你看到剛才他單調的火 那隻馬去到終點前 是突然間自己惡高的頭 有少少了 我覺得 希望跑完之後 會繼續好下去 正常都是這兩隻馬 去秤高 美麗巨星加州在瑜 看看沒有胸性 這個很重要 接下來第五場 四班千二 三號馬 鮑勝 狀態好的 十二號 心思熟淚 四櫃勁都fit 至於配備變動 三號馬的京津時代 初大開封眼罩 榜尼是照舊的 六號馬敬寧尼 初榜尼初用環形 口音鐵 八號馬的海匪翠 初大棉枯 八戰百勝 其實拿回他之前那些 上次退出之前跳的 給大家看看 因為他真的跳了 然後退出就沒有見過 這樣而已 京津時代 今季和上季都有大的不同 我覺得今季都進展 離得好很多 上季一無表現 我想今季馬開始 應該有些表現給你看 爆勝 沒辦法 那天脫兩隻 腳踏那些東西 有問題 到來來 不關事 馬就 都沒有用過 四號喜之聲 馬都幾好 上次堵塞了 不過保訊不定強 馬就不錯 金象神馬 做就做很多東西 拿出來跑 那些信事有緣 那些 不過都完全不適合老程 真的很難說 走去硬撥 馬就沒有什麼 今季也做很多功夫 拍寶 拍寶 拍寶跳得多些 但是後來都蘇迪虹 今次有神話再看這些貨 你說跑千二來計 我覺得它很明顯 就不夠火氣 你說如果跑長些路程 那可能這些火氣都還可以 好了 勁令利 那外面一定賺 兩馬都整天安排了 兩個大閘都是 我記得都好像和一天一起試 那它都是順著跟 但是它不同 同樣東西 它跑千二 回到你就省 省不要緊 因為這些地 有時候你砌一下它 可能你當真是讓它熱身 都還還好 其實它六月份跳 很零力 跳起來還有少少生 它之前那貨閘 不省它就退 放回來它就退 這些貨閘 它騎足二三百米 那就叫做贏得到 較為撩身一點的古董利 側身馬 七號魔幻神進 已經去到今季第三場路跑 裡面那隻 外面大英雄 比下去它又不是很多 接著看八號 海匪脆開邊 近邊就是美麗寶寶 我覺得它跳的時候 還是動得多些 那些還可以再好些 我想它有點質素 但就未算真的很十足 好啦,又耐又準 會不會這隻真的跑得回呢 下場跑好像醒了些 早上就算有眼罩 也是這樣 懶洋洋 10號,聖徒勇士 好像那些步子很細碎 暫時不夠力 孖八、家寬 因為他前面也不慢 他順著馬走 所以回到來就好像 好像流粒 其實不是的 適合腳 適合適合 不過臨場他有時會很緊張 深思熟慮 莫雷拉 他都有一點點飄口 你看 這些都是 令人不太放心的地方 雖然莫雷拉 你希望他僵成粗 陸陸發 我想他怕磅跌 其實上次沒有做過 出來跑,他都有批 這次隔兩個星期 全部量度 四鬼勁 這些是fit 一出就贏 當然在五班贏 幸好永常起 跟著再出都贏 都是強一點的五班職 四鬼勁 現在升了一班 十四檔 會比較難跑很多 講fit 他是一隻很fit的馬 其他的馬 我覺得這組都幾混亂 我覺得一隻馬要留意 就是2號的競進時代 你四鬼勁是升班馬 他是降班馬 當然上季沒有什麼賽職 你跟著的 但是這些馬 有時候要看進度 始終是三歲馬 今季和上季是不同了 你說是否一出那場 真的飽得好 不知道但他有一個一檔 就算這場不好 可能一兩場之內 這些馬都有表現 我覺得應該可以先留意 其他就 心思熟慮 大家看到 他過終點的時候 馬僵口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到現在都贏不了 我想這些要拼 你拼莫雷拉操控得好 但是不是真的可靠得那麼緊 講V-1 路路發 我想都可能都會位置馬 要贏 我想級數上會低一點 三號馬包勝 都是要看的馬 因為上次沒有用過 沒有跑過的 那隻馬都脫了腳踏油 等等 正常這樣出來跑 我覺得沒有問題 另外就是九號馬 又爬又準 發揮得有心機會 我見潘頓 今次只是隔十天跑 都出來跳回貨 另一隻就是十二號 我心思熟慮了 我看回星期一朝 落草地的火 你很滴滴的 你明知這隻馬 是喜歡中低的頭 他是這樣的 那你順著他走 沒事了 但我不明白 為何今早莫雷拉 是要撐起他的頭 你撐起他的頭 我未見過他收那麼短 僵城可能他想試一下 他由入彎開始 就是想低高他的頭 將僵城一收短 撐起他 他就不斷來 不斷動了 你變相直路上面 他就搞得不順 如果你順著他的頭 走 丟掉了給他 他一樣是交出這樣的水準 所以他走回去 丟掉了一條僵城 他沒事 放就行了 這場馬去 第五場賽事 都研究過了 初出馬六號 敬寧利 敬寧利的分是Suffission Suffission 在香港數目比較少 只有匹名記心中 但未有頭馬交出 Suffission就是沙標 石標的兒子 復應時在紐西蘭跑 贏過兩場賽事 贏過1600米的賽事 最高競賽成就 贏過一場表列賽 至於敬寧利的舞 是Sandtrap的女兒 在紐西蘭贏過一場 1100米的短途賽 無線家族的成員 大部分都很早熟 跑中短途賽比較好 但個別有些跑到2000米 甚至長的路程都會贏馬 進入了副部兩線 為甚麼敬寧利 初期應該跑短途 但跑下去 由於副是Suffission 是沙標的兒子 看來會有些長力 跑1400米、1600米 應該都能押得到 敬寧利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試過三次試襲 三次試襲都贏了 跟他一起試襲的馬 有些是當地都贏了馬 第六場 三班1200米的短途賽 14號的老友威威 在7月剛開操幾招 就停過下來 只有三幾天 到8月中 有兩三招 去了游泳 又沒有出來 那個階段有十多日 都停過下來 壯大好的 一號風彩王 四號的再創相機 五號的肥仔 六號的飛星海船 八號的幸運日 七號的安喜 初大眼罩 八九號的超弦 除了頭罩 四重彩品 馬膽 肥仔 先看一號的風彩王 這貨1050米的例集 在外諜湧上來打邊 這貨是九月十三號 都兩個星期之前 要騎得比較大力一點 省一下 現在大約在第六位左右 騎了兩邊之後 這裡開始都壓住了 但當時還沒足夠 前個星期二來 然後莫雷拉說 不如你先搞 今天轉了田太安 上個星期 梁霍都 然後再跳 苗太自己跳 用對腳 我見他小圈打 就打得很好 好 施完閘就上了力 馬開始 接著看二號的美麗出擊 早上都比較普通 施集的前段都很慢 全程都在尾 銳廠 好像一有馬聽到聲 好像有些不自然 動作 所以還是先看著 再創相機 9月10號 福爾摩斯 這創集 也試得很好 福爾摩斯 橙色帽 綠色衣服 再創相機 這創集 挺輕鬆放回來 進到直路 滴了兩滴 接著就放掉了 就像福爾摩斯 都是橙色帽 很輕鬆的 按著一個第二 因為他本身是立腳的馬 但這一創是跟得到的 前面贏掉了 再唱相機 這創馬今季 也有明顯的進步 他這組集 是第二高分的馬 在外面 試完那一集 單跳兩課 再連拍三課 在外面 用對腳 又夠大鍵頭 好啊 這隻 肥仔 莫雷拉 今季一直維持著 相當好狀態的馬 用到莫雷拉 又好當 飛升海船 經常想中低頭 手手滴高 他就有點不自在 他在馬上就是這樣 你心思熟慮 他走他回去自己的步運是OK的 7號安喜 奇寶敦試 他都沒有力氣 馬上走過都不是很自然 又不合腳 好了 8號馬就是這隻幸運日 這次就單跳 然後再正常拍 超然 泥閘 050米 在來蘭第四五位左右 其實這馬今季都 有些少少進展 但好像摸得他沒有很透 現在還是第五位 他又沒有怎樣騎 其實都幾輕鬆一下 這個第四 他回來的時候是第四 有少少摸不透這匹馬 今早再看他跳 他就是一隻矮身一點 不是很高身的馬 下了耳套 扎了舌 有些搶 現在跑如果除了耳套 豈不是更搶 接著看到10號追風追月 在開邊 拍那隻得利多 晚上 他現在落後少少 滴兩滴 少少跟不住 好像反應又不是很理想 人名喜喜 我覺得這馬要養得回 不過現在先把他們的機會 尤其是適合了 顏色都比較漂亮 今季是 接著看12號放下自在 今季已經跑了兩場 比較失望一點 擺不到在前面 其實我覺得早上不是很頑皮 但是跑了兩場 上次加上眼罩都比較失望 大小大小 按著勢好像都幾輕鬆 不過裡面那隻是天賦自保 那隻就很懶 就算戴眼罩都不太離開 老友威威 這課是9月23號的例集 在來當啡色帽 之前的功夫 在八月尾那些時候 就踢過一下 這課集都試得比較普通 潘頓試 是不是原本想跑四班 這些馬 六十分 給潘頓試 潘頓都一定做不到榜 所以那些功夫又卡過下來 都要給點時間再看看他怎樣 因為我覺得他還是大舊一些 跑了一場應該再看看 四班 這組馬你說適合 我想六號升海船 可能數一數二 當然贏了也升了一班 上次也是外档後追贏的 但是這次的跑道 看看他這個爆發行不行 我覺得他上來到三班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壯大也完全沒有懷疑 但是臨場的發揮是怎樣的 很難計數 風彩王 好像莫雷拉試過 但其實我覺得他火火很漂亮 是試麗集不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麗集 那一隻馬當天不肯走 直舉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其他那麼多貨 我都覺得好 所以這隻會是冷滿 再創傷機 在心目中今季進步 他有一點側著頭試 但是走起來有力了很多 比上季完全不同 當然莫雷拉選肥仔 這些由上季偉達 其實都已經很有信心 難道不要嗎 這些是必然要的 肥仔就似乎硬盛的膽 你三隻裡面 因為其實我真的想 我上一次都 上季贏馬 不是很厲害 贏甚麼馬 不過你說經過暑假 看到跳舞 真的很軟很厲害 是期望他有個進步 好了 現在上到三班 上回三班 都證明過都可以 所以這場馬都是硬盛 因為對手不強 再創傷機是1400、1600馬 可能 但是你在徐與石頭 這麼快可以跑得好 上季不是很多東西 都跑得好的 照鏡應該是好馬 今季做到這麼多 飛行海船也可以留意 第六場賽事都要研究完了 接下來第七場 二班千二 先看看這個參賽馬 復課備忘 三號馬的幸運寬兆 那些很早期的 七月尾的時候 叫做少少棘 沒甚麼問題 一號馬的豪逸 12號聰明申報 說狀態漂亮 14號的迫擊炮 至於配備變動 七號馬這隻 就叫做軍必勝 初次上陣在香港 初榜來初用環形可不貼 11號的彩幅 初大眼罩 14號的迫擊炮 眼罩有了 用這個防邪跑可不貼 第一次 先看這隻豪逸 上次隔八天跑 今次三個星期才跟你跑 全部都 不過很不幸14檔 接著看二號的飛龍區 其實普敦 以他來計算 不是很夠行 可以適合的時候 我想他火氣再猛很多 他真的好像明顯 不是很猛火 這隻也是 行運寬兆 但是你說 是否在七月那裡打擊 我覺得不是的 沒有關係 但你見他跳 只是正常跳 但是不夠火 接著看這隻有繩 這組很多馬去看 現在前面白白色咒 就是第十場的榮彩繽紛 喜連掌聲 橙色衣服 在外面轉彎 後面是灰馬 第九場很容易穩 最後美麗出擊 就是第六場的粉紅色咒 紅色帽 那隻有繩 來蕩都比一下比一下 他都有少少反應 榮彩繽紛 前面很輕鬆 現在第二位那隻白色衣服 全程都是按住回來 這個第二 喜連掌聲 第五位就有比 第六位那隻就是這場有繩 很容易穩的 是退的 美麗出擊 全程都沒有什麼走勢 整體來說 這隻有繩 遲跳 八月尾才第一課跳 以高東來的馬來計 是呀他就 詩集又不是這麼飆青 這課集我們看一片光明 白銀白色帽 另外光芒在燕 都是這一場的 後面藍色帽 另外華欣廷 就是前面的第八場的 活力寶 就是第十一場的 一片光明 現在大約第二三位左右 在外諜 走起來就 叫做按住 不過我覺得這隻馬 就不是很神式火氣 不算很銳 那 活力寶在內蕩的第二 是挺輕鬆的 現在都要湧著湧著湧著 華欣廷就按住 在第三 都試得不錯 就看一片光明 那也是 試集之前就跳了九貨 試完集 只跳了這貨 那我想都對的 因為他都不是這麼大見口 六號就是光芒在燕 好像還是柔一點 剛才試了一副襲 剛才那副黎襲 他都不算走得很好 看試集 軍必勝中間那隻 前面美麗之星 裡面粉紅衫 鋒芒不露 後面藍衫 奧飛星 這隻軍必勝 又是來香港落地 都是偉達一手主理 上季六月份開始度暴 但是我見他也是 他有少少喜歡想握起頭 如果你計算 來香港只有一個大閘 的PP 如果能夠立即贏的話 那就真是很厲害 應該就未夠了 我相當喜歡這隻馬 我想他可能真的幾厲害 這隻馬 是不是第一次出就行 我又不敢說 不過長線一點 我都相當看好這匹馬 今季都做了很多功夫 已經 好了 旅遊拿督 在後面的紅衫 再看前面的馬 有萬馬奔騰 紅衫內蘭 中間黃衫 喜黃區 黃眼罩勝利日 還有一隻武術冠軍 武術冠軍是白衫厚一點的 看回前面的馬 有內蘭紅衫 萬馬奔騰 黃衫喜黃區 我又覺得一般 反而外面的勝利日 他有一些進步 試襲的表演 武術冠軍 白衫衡羽毛 走走走走去 外面的旅遊拿督 不是在外面 白那一個高峰神區 他好像短一點 還有戴一點圓 但是他都肯走 這馬都開始上了些力 然後就是心花老房 這個月初 走到谷草市 1,000集 他是第二高分的馬 轉彎有些細了出去 都是輕輕鬆鬆讓他走一下 但是有時就是不同 他整條直路由轉彎都是不轉腳的 你要看哪些人騎 心花怒放這副就是田泰安 我都覺得他都是可以火氣再猛些 再聚首些 還有都上到田草二班 好 賣馬奔騰他喜歡 他的頸不是那麼長短 又喜歡縮起頭 這個是這麼久以來他都是這樣的 經常都動的頸都比較多 十一的彩幅 在謎片拍攝美麗巨星 美麗巨星好像很大塌 整天都是這樣 但是很厲害 彩幅就聚首些 但是他帶點緊張 他有點像田王那些 不是很放鬆的 這隻是四三六聰明新報 其實不習慣他那些就會耐閃 這個騎馬的操慣他就知道 適合腳 馬伏 不過你現在對手強 十三號就是牛青厲害 開辯 上次短途都上名 拍攝幸運日 其實他沒有了年輕時候的火氣 想不到上一次可以在千二谷草 上一刀名 好 迫擊炮 期望絕對還有 這些就 隔三個多星期跑 一課單跳 兩課拍跳 今天再跳這課 出對腳 希望不要拍片就行了 其實這場我覺得幾混亂 我都未正真足夠時間 量度得好 不過剛才說過 軍必勝有今季必定 撐住一匹馬來的 當然他在外地 他是由千二贏到上千六 最後跑那場group two是二千二 那場就輸得很遠 我想那場可以不算 基本上我想他是千六比較好的馬 現在初出比較短途跑起 所以是不是這一場 我都不敢說 可能他都是熱身跑千四千六 才去搏都未頂 不過我就會一直留意著 因為我覺得葉馬是幾有質素 和有些前途的馬 其他都會幾雲巡下 漫馬、奔騰、蔣家麒 有個一檔 有些當起之銳 不過這次升了一班 上來二班跑的 幸好那個磅還是輕 你說其他迫擊炮那些 是不是很夠班 我都不太清楚 還未算得準 不過是很準誠的馬來的 其實就是豪逸 我很喜歡 但這個十四檔很拿命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能夠克服到這個十四檔 希望他跑得好些 因為隔三個星期 他的馬給他回得夠 和上次隔八天跑真的有些不同 然後數下那些好像一隻隻都不像 這麼有壓一的勢 其實旅遊拿督 在這個馬房來計算很多功夫 不過好像不像這麼短 因為你看回上季菊草跑 這些馬房的馬不會這麼快交得好的 他還可以一跑 菊草已經近了 即是前途好 十囉 慢慢奔騰 上次跑 贏是隔了百多日 這樣贏 一百二十二日贏 今季做得 迫擊炮也要 第七場賽事 初出馬 軍必勝 都是要長線留意的馬 軍必勝的符合 未上過陣 武線家族的成員 很多都是 初期跑短途 但跑下去跑到一里 甚至長一些路程 很多都應付到 而他這個母系家族的馬 大部分澳洲、紐西蘭服也多 加入了副母兩線 這筆軍必勝 看來似中短途馬多 千二到千六米途程的賽事 都應付到 軍必勝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上陣 七次贏了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 一次是千二米 一次是千六米 左右轉賽道的賽事 他都贏過 軍必勝今年一月十六日的時候 在紐西蘭首都 威靈頓的斬頓馬場 贏了一場一級賽 這場賽事就是利雲經典賽 近年的利雲經典賽 移私來斬頓馬場跑 這場賽事有很多高手 鏡頭看到帶頭橙衣那一匹 紐西蘭二千間來大賽 盟主Extra Reagan 中間白白地就六三個一匹 紐西蘭打給冠軍 Rangipo 帶外檔上來軍必勝 紅三個一匹 三排兩杯中他們過賽 回到第八場賽事 這場都是喜慾鎖賽 國際三級賽 國慶杯一千位直路 你好 狀態好馬一二 幸福指數新力豐 先看幸福指數這部早集 新力豐當然都在旁邊 淺藍色衣服 威力穿第十一場 現在第四位 鐵膽王 都是第十一場 都要留意 第七場幸運寬笑 產生這色衣服 第十場 那隻天才 韋達斯 先看前面 運幸福指數 鬥新力豐 新力豐有少少比 幸福指數我覺得較輕鬆 兩隻馬都差不多拍著回來 威力穿在臨尾湧上來 追上第三 天才在後面看風景 好了 再拍一隻英雄大師 一顆眼罩逼一下他 試大集之前跳了十三貨 試完集就拍這貨 今早小圈打著 多有威勢 新力豐都 早上早今早的貨在草地都試得好 你看這隻馬 聚首 有火有力 他都適合的 幾乎捉不住 好了 華欣廷 他就是今個月才試的 這兩個大集 當然他的跳 正常的了 兩貨大集 都是最高分的馬 不過這樣 這馬有一個幾大問題 就是他經常性都是 一出來跑道 去到閘後面 他當然是周身動 入閘當然是搞你一輪 你變相這樣 好像變了一些瑕疵 好像就不是真是很十足 那個神識 你跟一二比較 好像一二一對馬 說狀態方面 好像稍為比這隻好些 那些一二的 好像拖著都彭彭聲 好 接著四號馬控制者 上季六月十九號 血液不正常退出 接著八月份跳 試襲 都一直做下來 沒有問題 接著五號的崇山寶 其實都是退馬 當然他有兩腳 有速度 今季試襲都贏 但出去跑 回來就散了 隨心隨意 隔三個星期跑 跳了三貨 最後才被田泰安 跑 其實上季贏 他在外面有點幸運 七號根本載 他挺合理的 看見馬馬上上來 都很有勢頭 很有力 但夠不夠對手跑 當然有一個問題 好像簡單一點 當然這場 兩隻最高分的馬 其實幸福指數對親新力風 除了他在杜拜回來那次 狀態不好 基本上幸福指數 每次都贏了新力風 當然上季試 新力風高分過幸福指數 不過現在調整 低回到三分合理 如果1200的幸福指數 就高於新力風幾多 如果1000 你說養三磅 可能兩隻馬 就會接近一點 不過我想頭馬 都是非之即比 我自己的幸福指數高一點 因為真的碰到頭 都會多數佔先 其他的馬 就是華欣廷 有些級數 根本再叫FIT 但都不夠這對馬跑 對 已經是大家在想第三隻 我可能會跌到七 根本再 跌到可能是因為莫雷拉 都是1、2AB 我都喜歡1 其實二號馬早上跳 經常性都壓下草地 他實在一打 他就很厲害 幸福指數 最後拍攝 英勇大師在後面逼他 他的馬又爆了 還有我看他的細圈期 我看到蔡明肖很有心機 今年有日巴基之星 可能有運行 蔡明肖希望他都可以 爭取多些吸制賽的頭馬 他這隻幸福指數 當然都是其中一隻很厲害的馬 第八場 研究過了 接下來第九場 三班先四 FIT的馬 有七號怪獸家長 怪獸又出來了 九號馬的最新鮮 另外十笑的再石磨藍 五號的武術冠軍 除了眼罩 除交叉鼻窟 七號怪獸家長 頭罩有 綁利有 這些就照舊了 除了環形可陰鐵 換了防邪跑可陰鐵 先看了一隻起皇區近鏡頭 中間很聰明 外面綠色贏 綠色贏都開始慢慢做齊了 不過這隻起皇區 我看見的詩集 還未夠 接著看二號的澳飛星 容天鵬的馬 普遍來得慢一點 你看到他走上來 好像沒什麼勢頭 沒什麼神器 很容易穩 八月份開始一直跳 上星期五試著一個大閘 可能他未必夠 未必十足都可以跑一下 勝利日 省火閘 即是跟他省上來騎上來 有看過的 省完就爽了一點 不過好像還差一點 我感覺上 好了 武術冠軍 是否真是很厲害的馬 兩個大閘 已經 又是這些馬房 總之你見他天天騎 整天跳 又等等 你就要高一點 好 接著就是六號 那隻大英雄 在外面拍著魔眼神進 跳起來身上 見到頭部 那些位置動頸 動得很多 都未很上力 好 怪獸家長 如果你看他整套操練 我只可以簡單說一樣 你查一下他 有沒有試過拍跳 這次拍草地又拍跳 當代沙皇 1200米閘 白色咒 都騎得很緊要 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速度 馬來 你叫他跟1200的泥地 這些閉繩 那就要比得很緊要 其實都不是那麼短 幸好比下去也算是有些 他不是很快可以揣上來的 但騎內有 越追越近 好過騎內沒有 偉達跑這類型的馬 就看看他會怎樣 因為他經常性排外檔 一抓就抓在後面 跑少許尺寸 沒有眼罩回來 鬆一點他走 才肯走 最新鮮 這幅是田泰安士 跑就是寶順跑 第二位 都挺輕鬆的 前面就 蔣家琦那隻就是實力飛驅 三隻都沒什麼大力騎 他就佔先一點 這幅集他都試得好 OK 不過就不是田泰安騎 上季尾沒有跑都還試襲 今季田泰安試襲 馬身養得很漂亮 一檔如果潘頓就好 田泰安也好 關聖靈聽 濕泥閘 美麗大師第十場 粉紅酒 關聖靈聽 試襲他可能高分一點 回來輕輕 他都要比一下 不過都拍著金匯龍華 金匯龍華比他輕鬆 但昨天跑都輸了 他就一尾要比住 不過都問題不大 我覺得 因為濕濕的泥地 坐在外面試襲 回來都算好 我記得他兩個試襲都是下雨 那些地都是不漂亮的 第一個大閘就應該沒有遺漲馬 放著他 第二個就要找遺漲馬 帶他出來 可能他緊張一點 接著看十丘的華美之寶 開便 賣便那隻 加州載魚都看了 加州載魚當然好 齊齊聲都贏了 華美之寶尾了幾步 那條頸就動得稍微多一些 好 凝聚力 其實你看他跳 其實這隻馬都不錯 他又夠集中 不過他又不是那麼大隻 是這裏而已 今季做的事都很足 這隻馬 再石磨藍之後總是這樣 有些急 有些搶口 但是見慣了他 我寧願他急搶口 好過他不搶 他如果不搶 即是沒有什麼狀態 那些早賽事 當然大家會留意 怪獸家長 即是上季 連贏了兩場 今季再出再贏 連贏了三場 我覺得他贏得上來 都還有餘未盡 因為好像梁家俊都 計準了追那麼多 在那個位法力就贏 我想這些馬都應該有上升空間 比較兇 其實走到最新鮮都很好 這個路程一面一個第二 是個配搭 保訊 看看你有多少信心 關聖聆聽 我們當他八成多馬 但是我想他質素 在三班都是有點上風的 加上莫雷拉 八成多馬 夠跑都未頂 這些馬都挺兇 再石磨藍 這個路程都是很準成的 這次梁家俊 其實兩隻馬 都剛好換了一個防邪跑B 都是有走規上面的問題 一隻迫擊跑 一隻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很明顯 上次出來了之後 在外面一直有些片進去 但是我想他都針對性這隻馬 要再推 所以他上個星期拍完一課 拍 接著星期一再拍草地 我找過去 試過一次拍跳的 來香港 應該在上一季來計 這些是真是很壓迫性的功夫 但是究竟能不能夠 夠慣性聆聽跑 我都覺得還有雙缺餘地 因為慣性聆聽都真是很小 你看一下晚上什麼時間 一上班已經 我想看看哪隻贏 這兩隻機會高 要拖的十二號凝聚力 我覺得可以能 第九場賽事都研究過 有四場 第十場賽事 這也是國際三級賽的千四米 慶典杯 那麽狀態好的馬 由三號喜連掌聲 十一號狀司飛 大摩隊都各有各線勝場 先看這隻榮彩繽紛 這座的黎閘千二米 白色就 試閘都試得好 火閘都是按實 因為當然它是高分馬 但是可以很輕鬆地按到前面 因為馬狀態都來得很早 今年 第二 其實它試新閘 全程都沒有怎麼騎 它試了兩個閘 剛才第一個閘 再試閘 它可以更厲害 就是那個感覺上面 接著就看二號的美麗大師 都是感覺上 不過不失 至少也有些神器 冬來馬很多時候 早上都沒有什麼神器 這隻都叫做神器不錯 喜連掌聲 這些又是單跳拍 跳又多 上個星期五試泥閘OK 又試得好 再下草地 接著就看四號的美麗之聲 開邊 拍那隻美麗大師 稍嫌它跳起來 就動得稍為多 上季尾試過不良旅行退出 包裝奔馳 這隻都很英俊 四個星期跑四課跳 近兩課都是史卓鋒自己跳 開步又順又整齊又好力 一扭它轉腳就對了 落個天才 它都不是壞 試閘就立 按在尾看風景 都沒有所謂的名次 至少早上都是有些神器 叫做不錯的水準 七號馬上發財 隔三個星期跑三課正常跳 跨步它是慢一點 它爪得高 千四這些對手就很強 菲萊瑪 我覺得它不算勢頭 今次的課 上一次賽前都覺得它不夠銳 但今次好像比上一次更不銳 跑了一場 起鍊巨星 反而這隻就 上次以為好像 我忘記了拍跳還是甚麼 看見好一些 但一跑下去都是不一樣的 接著看到10號的醒目明驅 跑了牆在外面 八個隻起鍊巨星 好像還差少少小頭 或者身體可以更漂亮 葬師飛隔三個星期跑 前個星期五跳 一課上個星期四拍跳 今個星期一落草地 沒有再試跑 可能落草地 充滿不凡 稍微柔一點 不過這些馬都演出都很反覆 一年兩季到季尾才叫贏回場 這組好像有美麗是兩隻 大摩兩隻 高東尼 其實一個馬房出三隻 好像都控制大局 大摩兩隻都好 起鍊掌聲和葬師飛 美鍊掌聲就是 祈普敦創師飛 莫雷拉 好像信莫雷拉多些 但起鍊掌聲其實很早已經做功夫 今季狀態來得很早 因為泳彩繽紛 你當是八成嶺馬 但八成嶺馬是一隻很中心的馬 我記得上季有一次 覺得他都不是很狀態 他都贏了 所以這些馬 因為有個新鮮感 八成幾都可能在這裏 夠跑得未頂 所以是必要的 另外就是五號包裝賓茨 它是夠健康 不過在級數上 它可能輕輕低一點 幸好有個熱身 其實可能一些小碼馬 都是一些升級馬 大家都會留意 但是可能那些馬 會輸在初出 都未定 又或者會有些宏大的目標 因為十一號的狀之飛 其實沒有最後自跑 但我再想來想去 他星期一下了草地上 我星期四拍了 有出來騎 有出來騎就不拍 我再想回 上一次其實他都幾厲害 這樣追上來 那天都前面放那些起起寶 這麼快都到的 他是一路不轉腳 他一路是不斷 其實上季已經那隻馬 是懂得轉的了 可能真的未夠 可能跑完一場 你們怎樣他這麼多磅 我覺得可以搏閒頭 飛來猛 美麗之星那些都是 A加三難利前都未定 繼續十一場 尾場二班遷移 四號碼細必跑 八月尾真的都停了 狀態之數表 今天都有五隻 買了三隻大帽子的狀態 先看英勇大師 這課就早一課 這一課之前 他還去拍了一個泥閘 接著這一課之後 星期三拍跳脫下眼罩 有料到 我們要有活力小區 半頓 濕泥閘放在前面 就贏掉了 都沒有什麼特別說 其他東西都說 因為在濕泥地 本身有速度 已經安起在第二位 不是說特別 很有看頭的一課閘 至少告訴你 他維持著很好的速度 即是叫做施錄的閘 這些地放出來 大家都不太追 可能一件事就是 身體養得狀 看看阿馬寶寶和不同的處理 三號就是威力村 其實這些是一早操好狀態上 可能黏黏地的 打折扣 保持得很好 一直都維持著很好的操練 這些馬 跑回正常場地 應該威力強些 上次是谷草 裡面的地 那晚外面更漂亮些 好 再看三姐 九十四中間 勢必跑 操練功夫是卡的 我覺得她 她是八月底才卡的 會力寶 試貨黎集得試得多好 內檔攝上來的第二 這一課單跳 好像火器 就不算在最十足的時候 就不算在哪裏 拍寶字集 填太安字集 莫雷拉 跑回 好了 阿馬寶寶 在裡面 兩隻都要看 三四零 再創相機都好 其實真的可以來 阿馬寶寶走出來的馬 其實很吸引人 好 接著看一隻家福 蔣家琪是 粉紅色帽 在內蘭 全程都放在二三三的位置 前面有隻白色衣服 喜悅繽紛 已經贏了 她在內檔就要輕輕比一下 現在在第二位貼著內蘭 一直都要輕輕比住比住 我覺得她是OK 但不算很銳 她就兩個大閘 接著兩課跳 今個星期一下了草地 一組 接著星期四就是黎凱榮 可以再厲害一點 我都覺得她 但究竟是柔了好 還是勁好呢 接著看那隻八號的鐵膽王 我覺得這隻馬今季都相當進步 當然現在上了班 但司閘、跳、伏伏都好 這隻馬 我記得她是這一副 轉到腳的 不過沒有辦法 都沙田遷移草地 對手都不同 醒提飛 橙色沒有 這隻馬的狀態都來得很好 這款集他贏的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是要考慮她那個沙田的能力 是否跑馬地 我知道馬跑馬地是非常好的 看看沙田叫上掛名 但今季的狀態都算來得很早 又是好像那個狀態很容易 就是他得起 希望不要太急 因為他出閘那裡 我想他都要 所以他試閘之前 去彈了一個閘 十二門徒 都不算很頑皮 不過這些馬都見了 沒有什麼分子 對著一群側身馬 就沒有什麼常鋒 上次爆也沒得爆 一千整天都爆亂 何非倫 隔這麼短的日子 隔十天跑了 跑到今季第三場 都還出大圈旗下 馬阿菲的 不過又是沙田千二 升了班 把寶貝跑 健康是養得好的 不過這些能力就退了 還有千二 就算他當孕的時候 都贏不了這個路程 奧拉鋒鋒不露 可能跑了一場 試了個閘 就好一點 順一點 因為上次賽前的功夫 就一般 有些馬房比較慢熱 但是他有一兩隻馬 會來得早 譬如吳定強 傅曼家那些 是來得早的 容天彭都是萬二的馬房 但是我覺得鐵膽王 是來得很早的 今季 是馬房來得最好的馬 當然他這次要上來 二班寶是有個考驗 不過有時拼就要拼這些 主要對手當然是三號的威力穿 我覺得上次輸黏遠地 因為上次都講過他之前 在外地跑幾場黏遠地 都是特別跑得差 上次的場地是濕濕的 這次場地正常 如果沒有雨的話 當然一隻在這裡都很兇的馬 除了這筆之外 活力保莫雷拉奇 這個路程准到無論 跑九次八次上名 聖堤飛我都覺得很狀態 但是沙田的能力 還要印證多些 變相剩下了一些 中下層那些大碼的馬 因為上面那些都是沙田千二號 英雄大師 活力小駒 威力村 威力村其實期望真的還有進步 上次走的不是很利的場地 一千二百五十幾磅的馬 第一次出賽還要初跑谷草 很多樣的條件不算是很理想的 施翠鋒贏的 所以都不要說 為何摩雷拉不跑或者其他 活力保也好 活力小駒 阿馬寶寶 然後再次一層已經是 阿馬寶寶加福鐵膽黃那一批馬 聖堤飛又fit 看看你到時怎樣選擇 A加三難 或者量度賽道形勢才是怎樣 基本上大底的賽事狀態水準也好 第十一場賽事都跟大家看過 看看Feed到鎮選了什麼馬 選了馬有第八場 蔡明紹幸福指數 那尾場是鐵膽黃試一下 好了 重複多次 未來的賽事是安排十月一號 國慶賽日來的 星期六沙田安排了十一場日馬 十二點半提前要開跑 到時再分享